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我们先来跟大家关心的就是众所矚目 而且在这两天引起广泛关注 登上热搜几乎已经是名列前茅的 美国众议院的兵推兵推 中国如果一旦清台的话 届时可能会有八万解放军来登岛 但是这个登岛的下场是如何 在这场兵推里面显露出什么样的盲点跟危机 还有台湾究竟该如何应对 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关心的是 《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 郑介文 郑总编辑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郑大哥您好 丽丽好 好 那我们先导播先让我们看一下第一章 就是我们刚刚为您整理 所谓的这个兵推 就是实际上是众议院这次加了智库 实际上做了一个双方的演练 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众议院的代表 扮演的是美方的国安顾问 那另外美国的智库则是扮演了中国这一方面 那么结果呢 兵推就是说大家非常注目的就是 那么很有可能呢 美军到时候会集成 八十艘的中国海军船只 那么相对的呢 也有可能有八万名解放军来登陆台湾 首先想请教郑大哥 我们就很好奇 就我们刚刚看到一边呢 众议院是饰演美方 那么另外一边智库呢 是饰演中方 所以先请您跟我们来 这个让观众朋友一探究竟一下 好奇一下说 这种实际上像这种在众议院这种兵推 大概是怎么样在进行的 其实这一类兵推 我就这个媒体的报道 可以看出和之前像CSIS 一月份也有做一个兵推 那另外国军每年汉光演习也会做兵推 其实大概都会根据这个整个兵推里面 各方面的最新参数建构 敌我双方的一个兵力大致的状况 然后再借由推演的过程里面 考验双方指挥官下的决心 战术上是否对或错 主要是在电脑上面 全部都有电脑跑 当然你这个操作代表红蓝军的一方 会根据战场的这个状况 做攻防的一些指导 然后电脑推演 它的结果 让你在整个过程检讨得与失 这就是电脑兵推主要的目的 兵推他不在乎他最后的胜与败 但他非常重视 你在整个推的过程 敌我双方各出现的什么样的问题 作为未来建军 或者做战术 或相关攻防指导一个修正 也是借由每年的滚动式修正 让你的整个作战计划更争完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问一个 就是今天备受大家关注的 就是说在这场兵推里面有提到说 有可能会有八万名的解放军来登岛 但是他并没有很清楚地讲 到底登岛之后的下场是什么 我们先倒不然让我们看下一张 有八万名 郑大哥 这个人数是很多的 那有人就在推测说 这个从台北港 从淡水河口 还是从桃园这边来登陆 八万名 这个这么多的人 他要怎么样来到台湾 还有比较可能 都有可能都是集中在台北 还是个怎么样的场景 他们的下场又是如何 并不一定登陆了 就一定能够把台湾在兵推的情况下控制住 我必须说八万人真的很多 就目前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的编制来讲 人数大概五万 多一点点 大概六个驴 也因此八万人代表 所有的都不止海军陆战队登陆 连陆军的像这个 这个空中打击部队 或者他具备两栖能力的 这种作战部队 可能很多都登陆 至于说按我们之前看到很多这个一些资料上 知道如果解放军对台实施两栖登陆 他主要那除了我们大家理解所谓红色台海滩 像这个登陆艇快速抢他以外 最重要的是他抢在一些海空的复合区 我为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海空复合区 这个地方附近可能有这个港口 有大型机场 这就造成他如果抢夺的话 他的各种船只可以把大量的重装备上岸 他有机场的话 他大量的部队可以搭飞机直接降落 因此符合这个条件 像领口 领口北有台北港 南有桃园国际机场 像台中有台中港 还有一个清泉岗基地 这一类地区就是国军最重要要好好防御的 所谓海空复合区 这一类区在台湾其实是具有战略和重要的战术价值 因此是解放军 那首攻的话必定会瞄准的重要目标 是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 这个八万名的解放军一旦登岛在这场兵推里面 当然他这是两个小时的一个闭门会 他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下场 他上来之后他可能有什么样的遭遇 如果说八万人真的登陆的话 我认为他当然不会 而且不只在台北 对他绝对不只在台北 可能台湾很多重要的战略或战术要地都被他占夺 但主要是考虑到 他上岸以后后方的整个后勤补给 比如源源不断的所需的持续的装备兵力弹药等等 能不能从大陆这边 还是源源不断顺利的能上岸 如果八万人上岸 但这个后勤补给 这个后续的有生兵力的这个池源被切断 可能八万人就变成瓶中之鳖 但可惜这整个兵推里面对于这个部分 其实他有很大的盲点 外界到目前还是不知道他推 这个部分他怎么去解释 是 还有就是说其实在这次兵推里面 就是说有一些众议员参与的有出来讲说 让他们感到很沮丧的事 就是说假设就是说在中国侵犯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届时他们兵推的情况发现说 美中的高层似乎没有直接沟通的管道 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沮丧 那郑大哥我们知道在去年裴洛西来了之后 其实美中有很多的这个管道都切断了 那真的这么大事情的时候 美中领导高层是没有沟通管道 像这位众议员所提到的吗 去年裴洛西来台访问以后 中国大陆对美国祭出一些制裁 比如在国防这个热线这部分中断 暂时中断 但这仅止于美中两国的国防部门热线中断 但美中高层之间热线没有中断 也就代表拜登和习近平之间 目前还是有热线必要的时候 还是可以紧急联络 特别对美中两国来讲都是核大国 一个是核第二强国 一个核第三强国 试想这种两个核武大国 在濒临战争的状况没有沟通的机制 这个是高度危险的 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 我想美苏之间可能以前核弹 早就飞来飞去了 所以您觉得就是说 即便去年切断了好多美中的沟通管道 但是这个拜登跟习近平之间 应该还是有一些直接沟通的管道的 好那么在此同时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美国国防部 不小心被泄露出来机密里面提到说 竟然在于这种极音速的飞弹 跟拦截系统上 中国是远远赢过美国的 这个我们很难想象 就是说这哪个 我们请导播来让我们看一下 刚刚那一招 就是我们看到 它这个极音速或是说高超音速 这个高超音速这个飞弹 这个高超音速美国 它现在要发展另外一款类似的叫做高超音速 攻击巡弹飞弹 它的射程大概1600公里 它的速度大概最高速度10马赫 但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比解放军现有两种武器都不占优势 特别我们2019年看到 所谓东风17 它的速度10马赫 它的这个最大打击范围是2500公里 试想它已经超过美国 目前要发展的武器 更别说刚才图片上的东风27 射得更远 最高射程可能达到7000到8000公里 而且它的速度也高达10马赫 更重要就是解放军这些高超音速武器 它在攻击的过程 它的整个弹道比较低 而且它在攻击的过程 它会采行滑翔式的弹道 这就代表它的飞行路径是可变的 对于反飞弹系统来讲 哇这个就很难去持续跟踪锁定 而且它的速度也超过10马赫 因此对于美国现有的反导武器来说 它是没办法有效拦截 因此对于美国来讲 我的技术不止落后 而且我没有有效的防御性武器 这对美国要向来强调 优于对手的武力 武器系统的前提之下 对美国当然就认为 是非常不利的局面 是 但我们还是要问 为什么美国这个军火大国 在高超音速这一块 竟然落后中国 也落后俄罗斯 我认为这是长期来 它资源分配不一样 特别对美国来讲 它要造这么多的航空母舰 这么庞大的美国海军舰队 一大堆的前舰 还有空军 陆军 它的武器装备很先进 因此对于说高超音速武器 这样的一个武器 它认为我有很多武力 可以完全cover你这个武器的需要 但是曾几何时 这个后冷战以后 美国发现 在中程飞弹这个部分 美苏各自约束 美俄各自约束 反而让中国到达这个部分 快速发展的结果 反而优于美俄两国 特别是近几年的军事博弈发现 这个部分美国要急起直追 尤其是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 美国的反导武器 没办法有效对付 因此它要急起直追 在这个部分板平 但我认为 这个中国大陆已经 比美国先行走了那么久 美国要短时间内缩短差距 我认为有比较大的困难 好 我们非常谢谢这种编辑 为我们从兵推那来解析 到有关于中国的高超音速 现在已经是比美国更加的先进了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